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古武 今天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去论哥德巴和猜想的解决方法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大家记得不? 整个宇宙都可以用数字来描述,对不对? 你说我记得,古老师,你讲过吗? 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信奉用数字来描述宇宙 用整个宇宙都可以用数字来描述 而且对音乐很有诏意,对 就是那个学派 大于等于四大偶数是一个无限集合 大家认可否?你说这个当然了 那么哥德巴和猜想是要论证什么? 它是大于等于四大偶数都可以分解为两个质数的合,对不对? 你说是,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接着看 渺小的人类是不可能在无限的尺度上认知宇宙的 而大于等于四大偶数是一个无限的集合 如果我们能够认证大于等于四大偶数都能够分解为两个质数的合 那么就是在一个方向上论证了 或者是说至少在一个方向上论证了 人类可以在无限的尺度上认知宇宙的 按照毕达格拉斯学派的理论,对不对? 你说古老师好像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因此我们只能在一个区间范围内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因此我们只能在一个区间范围内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随着计算机能力的提升,运算能力的提升 我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这也符合人类观察宇宙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的事实 这也符合人类观察宇宙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的事实 计算机运算能力提升 让我们验证哥德巴赫猜想的范围内 就是更大范围内可以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而人类观察宇宙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相辅相成的 所以很多朋友 或者是你还就是抱持着一种态度 认为哲学不能指导科学的朋友 你在这地方可以考虑一下 我认为可能你的看法不是那么完整 这是用C语言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这是一段C语言的程序 摘一次百度 我这计算机上没有C语言的运行环境 所以没有去验证 但是用计算机语言去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找得到这些资源 但是只是在一个范围之内 比如说你可以取到一个区间一到一百万 或者一到一个亿 一到两个亿 一到十个亿也可以 这些都可以验证 但是你说要验证无限 这就做不到了 一到无限 或者取一个数字 这种数字代替 一个函数表导式表导出来 这个也无限式 也做不到 哲学对于科学的意义 这次我用哲学的一些方法 然后去论证了哥德巴赫猜想 这本身也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 也就是说哲学对科学的发展 依然有指导意义 对不对 你说 郭老师这个 我优点同意你的看法 你可不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可以没问题 我再举一个例子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不好意思 有点感冒 我们都知道 地心说是托勒密发现的 而后来的时候 咱们到了中世纪的时候 转向了哥白黎的日心说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咱们在地球上观察到 其他行星的倒退 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比如你在地球上观察到火星的倒退 或者其他星球的倒退 你说这个不可能 如果按照地心说是正确的 那么这些星球都是围绕着地球运转的 那怎么可能倒退呢 怎么可能倒退呢 对不对 那只能说明地球和这些星球的运动的 相对的运动 有些时候走在前面 有些时候走在后面 换句话说 地球相对的星球也是在运动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用一种推理替代了另一种推理 用一种经验替代了另一种经验 因此我们从地心说转到了日心说 这里离得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吗 离不开吗 离不开吗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非理性主义啊 等等一系列的 都离不开对不对 所以哲学对于科学 不管走到任何时候 都有指导意义 都有指导意义 好了 我的Q科是13184359 如果有想要和我探讨学术方面问题的朋友 尽情与我联系 谢谢各位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观看